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肺心病一旦发生了 要彻底治好比较难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预防 早诊断 早治疗 来减缓肺心病的发生 或者防止它并发症的发生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对于肺心病的治疗 要看它是在急性加重期还是临床缓解期 如果是临床缓解期 患者一般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我们可以通过中药来治疗 或者通过患者锻炼身体 提高抵抗力 增强体质 如果急性发作期 比如说它是由感染引起来的 我们就需要进行抗感染治疗 同时还要进行对症治疗 比如说止咳 化痰 解除止血管精卵 缓解患者的胸闷气短 同时还要针对肺心病 心功能衰减进行治疗 我们常用的有扩张血管 利尿 强心等治疗 具体的用药要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 来选择合适的药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